朋友们大家好 大波齐皇朝秘史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东太后慈安豹族应干涉慈禧慈情 东太后也就是慈安太后 是清代咸丰皇帝之妻 1861年 咸丰的死后不久 年方六岁的在臣继承了皇位 年号齐乡 尊奉刚满25岁的咸丰皇后扭户入室为慈安皇太后 生母叶赫南拉氏为慈禧皇太后 也就是后人所称的东太后和西太后 咸丰对去世之前 曾设定了一套两太后与大臣们互相牵制的制度 但是未能够独揽大权慈禧与皇亲王一定计 发动奇祥政变 处色了苏顺等人 夺取了亲王朝的最高权力 表面上慈安与慈禧两皇太后一戒媚相称 共同垂帘听政 执掌国家最高权力 可是到了1881年 年仅45岁 比慈禧还小两岁的慈安太后突然暴毙公众 清廷的垂帘听政由两宫并列 一下子变成了慈禧一人独裁 慈安太后体气素称强健 而当时西太后慈禧正病卧在床 所以听到噩耗 很多朝臣都以为是西边出事了 等得知结果后惊诧不已 许多官员提出怀疑 尤其是左宗棠 立即大喊有鬼 翁童的翁文公公日记中记载说 此则昨日五方皆在 陈方天马 胆兴 暗云泪风险甚重 五客一暗无药 云头脑混乱 雅紧 魏客两方虽可观 揪不妥云云 则已有遗尿情形 谈拥气壁如旧 有客一方天脉将脱 要不能下 须客先是云云 呜呼其灾 仅十二小时便有发病致死 岂不其灾 据说 慈安太后在暴族的当天 还曾经是朝 而当时大学是左宗棠 尚书王文韶 携办大学是李洪早等 觐见慈安 都见慈安面无病状 仅是两甲微红 犹如醉色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午后军机诸臣退 内庭呼传 孝珍太后甲崩 命书府诸人宿定义 大臣惊诧不已 对慈安太后突然死亡的原因 在当时及以后 都有种种怀疑与猜测 成为两百多年 轻功史上的又一起一案 归纳起来 主要有下列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 慈安太后自杀而死 据清败类钞记载 齐乡政变之后 慈安与慈禧 共同垂帘听政 执掌朝廷的大权 慈安因为天性平和 不喜欢多问政事 所以朝政实际上是处于 慈禧太后一人的控制之下 但有一次 慈禧太后突然得了重病 不能处理政事 慈安太后便代替慈禧 独自处理了一段朝政 但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 以为慈安太后 只是要夺取自己手中的权力 便说慈安无以会卖嘱托 干预朝政与波及 这是慈安气氛异常 脑恨之下 吞壁烟壶自尽 然而民间流传最盛的是 慈禧毒杀慈安 对于慈禧毒死慈安的原因 又有几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说 咸丰帝临死前 曾交给慈安太后一道秘语 要他好好约束叶赫纳拉士 慈禧听说后 行为便不太敢张狂 光绪朝时候 慈禧再度垂帘 慈安对政治有倦怠意 不多过问政事 有时甚至不出来垂帘设政 慈禧更加纵则无度 他一人召见庭臣 有时竟不负禀慈安 慈安太后内心多有不平 光绪七年发生了慈禧小产之事 慈安知慈禧失德 对慈禧加以规权 让他保全皇家体面 并出示文宗遗道 给慈禧看 慈禧看后 面色顿变 惭愧不已 慈安见慈禧有真心 悔过之心 索要过韩文 随即于登筑上烧了 慈禧又是羞残又是愤怒 此后不久的一天 慈安正在河堂边看金鱼 突然慈禧身边的 太监李莲英 送来一盒点心 并说 这种点心 西佛爷觉得好吃 不肯独用 送一点给东佛爷尝尝 慈安听了很高兴 当即尝了一块 谁知这天夜里 慈安便抱病身亡了 这离慈安接见军机大臣 才不过几个钟头的时间 更为奇怪的是 慈安太后死后 并没有按照制度 先召军机大臣前来 并由军机大臣检查方药 也没让慈安的家人 进宫厌世 而是暴毙之后 接着就收敛入关了 所以人们推测 是慈禧在点心中下毒 毒死了慈安太后 怕别人知晓 才会这么做 还有一种版本 是说光绪帝即位之后 喜欢与慈安亲近 令慈禧记恨 此时 李连英因得慈禧太后宠幸 仗势虎伪 一日慈安太后 乘碾车过某殿 李连英与小太监角力 对慈安置若亡闻 慈安怒以仗则之 并到慈禧住处 教训了慈禧一顿 慈禧不服 两人闹翻 不及日 急穿慈安宝崩一事 还有一种更加离奇的版本 是慈禧太后喜欢看戏 经常照当时的一位 明灵进宫演戏 时间久了 慈禧便看上了他 还留他在宫中过宴 有一天 慈安到慈禧宫里找慈禧 忽然看到有个戏子 睡在慈禧床上 慈安看后大怒 当即将这位戏子处死 并拿出先帝留下的 若衣柜非仗式生子 骄纵不法 可安祖宗家法处死的诏书 要废掉慈禧 慈禧跪地求了很久 慈安才答应不再追究此事 但慈禧却一直忐忑不安 生怕慈安哪天会不利于自己 于是慈禧让公币 给慈安送去点心 慈安吃过后不久便抱足了 连太医也没来得及交 也有人认为是权力之争 导致慈禧动了杀机 据说在光绪六年 到东陵祭奠先封地 慈安认为她是正宫皇太后 在祭奠典礼时 她的位置硬排在慈禧之前 而慈禧则坚决不远 两人在灵寝之地 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后来还是照慈禧的意见办了 两人并列 不分先后 但是慈禧认为 这是慈安再有意羞辱自己 阴遇不跃东宫 而动杀机 当然 这些版本众多的说法 都是民间也是笔记的记载 对于慈安的死 后人已经无法知晓其中的事实 所有的说法都只是后人 根据某些材料的推测而已 但无论如何 慈安之死的确蹊跷 慈禧难多干系 好了 本期大波齐皇朝密室 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欢迎在大波齐皇朝密室 下方点赞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咱们下期再见